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进入到棋谱 新位 阿尔法维棋虽然很喜欢点33 但是呢 它也从不回避新位 新位下的还是非常多了 白棋是错小木 高挂 拖 这个拖退定时 然后黑棋接上 好像 阿尔法也是比较喜欢的 双方都下 之后黑棋 再低挂小木 白棋拖先挂这个角 可以占的大厂的很多 这个时候 应该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构思 占哪个大厂都有它自己的道理 那么 也很难判断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也许在阿尔法 的这个 它的这个判断系统里面 可能走很多大厂的胜率都是差不多的 黑棋大飞这个 这也是价值相当大的一部棋 那么接下来白棋 兼冲 这个呢 就 怎么说呢 稍微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照我的想法的话 上边不走 比方说白棋就简单 这一带占个大厂 这一带占个大厂 如果说你 挂这个是怕黑棋抢个先手 非压把白棋压低的话 那我哪怕就走个这个 上边其实黑棋没有什么好点可以下 总不足以走了这个又拆一个 那好像挺重复的感觉 张起来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边我已经先站了 你站着张起来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这么着急去兼冲 这我觉得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 站个大厂不是也不错 但是选择了兼冲 黑棋贴 白棋那跳 之后黑棋 小飞 黑的小飞 白棋是尖顶 这个尖顶呢 因为这一带的价值已经比较低了 白棋如果在这一带加工 它本身是一个很扁平的地方 白棋没有多少发展性 而黑棋走过去对白棋也是毫无影响 所以这一带价值是比较低的 白棋走脚上把价值低的一带让给黑棋走 这个思路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黑棋如果拆这个 白棋这尖顶就当先手便宜了 然后再比如说这一带 当然我们很难预测 阿尔法围棋的下一手 黑棋没有拆这个 也就是说黑棋也判断这一带价值 并不是特别的大 这个是长 长一个进攻白棋这两个字 那么下一步很显然在这边加工过来 或者是先尖顶 你如果长的话我再加工过来 这一带价值非常大 黑棋这里有相当的潜力 所以白棋拆 这地方它尖冲两下就脱线了 你要冲它也无所谓 它可能就继续脱线 或者说是不是在这 比如说跳一下 限制你一下 把你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不能再往中发展 这样白棋也就觉得可以 将来恰当的时候 一般战你还得补一个 那个空其实并不大 所以黑的也就没有冲 而是把这个逼住 把这个逼住 这也是相当大的一手 那么白的既然黑棋不拆 白棋加工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 这拆毕竟还是有相当的价值 你不拆我加工 又可以进攻你这两个子 这地方毕竟能有所增长 黑的如果逃出来 那么白棋顺势飞起 也可以 或者说拖先走其他地方 也可以考虑 这两个交换 白棋已经有所收获 而黑的走的是 跳这个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手 目前看不出它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它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目前看来 是不是就真的那么着急 或者说它到底有多少价值 也确实也难以判断 如果白棋这么走过来 黑棋在这一带就拆一拆 好像也关系不大 白棋这也没涨多少 如果白棋这一带走过来 黑棋再走这个 似乎也来得及 但它现在就这么走一个 当然也有加强自己隐隐约约 要瞄着要进攻这两个子的意味 也限制了白棋 对于中府这种地方 走一步它究竟有多大 至少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白棋一看我加弓你不离我 飞棋继续进攻你这两个子 那黑棋如果是这样出来 白棋很可能这么下 这个应该是比方说我们简单摆一个示意图 白棋就一路攻过去 把我那两个子也连上了 攻着黑棋这样 感觉白棋一种步调就伸圆了那边那两个弱子 而黑棋在白棋加弓完飞弓之后 飞的选择了继续拖先 点在这 只能说阿尔法这个就是说争取主动的意识非常强 你要来攻我 我也逃 虽然逃出去也很轻松 但是呢 感觉比较被动 但要在 总是要在自己能够 能够寻求到主动的战场 这个地方出击 点在这 那么这个局部白棋很显然挡下来的话 太无理了 黑棋就这么硬贴 应该也可以 或者这样飞点过来 这两个子太重 只要被黑棋分隔开的话 白棋在黑棋这么厚的地方走 走得这么重 肯定不是一个理智的下法 如果压上边的话 黑棋可能就爬过 白棋的根已经没有 黑棋先手把白棋的根距地给去掉 然后不知道它怎么 也许这一类的 威胁你这两块 我们猜测 黑棋也许有这样的意图 黑棋如果局部就这么跟白棋纠缠 倒是 倒是还真不一定 白的比如说这靠之类的 或者拖断 黑的是不是一定就能寻求到便宜 也未可知 如果走这个的话 很显然白棋打吃贴 因为虎吃是先手 你如果这样走被滚包 显然是不行的 这个黑棋很无趣 反倒帮白棋走棋 但走这个的话被白棋挖吃 也不好办 所以白棋这一类的借用很多 黑棋可能不会这样搬出来纠缠 那么我推测 黑的可能就 也许会选择这一类的下法 总共白棋这两遍 白的这时候下得非常灵活 这里尖冲一下 对这种小飞手脚 这个阿尔法好像很喜欢这样 尖冲一下 黑的爬 白棋跳一个 反正若急若离的走一走 这边总是有所增长 对这个子也有支援的作用 黑棋一看我点你就不走了 那么我贴起来 这也是很合理的一部棋 黑棋贴了之后 白棋照 照在这 白棋已经加工了 再非工了 黑棋还是不走 白棋要求大吃 如果走在这里 当然对黑棋这两个子的压力 毫无疑问会更大一些 但是那也依然没有吃得很干净 黑棋这刺先手将来拖完 夹出去还是有 还是有逃跑的空间 而且呢 黑棋就可能比较容易弃子 你还没吃干净 你如果再补一手吃 那我就算了 不补的话 我还四肌逃出去 白棋照在这 如果黑棋再不走 白棋就这么把这两个子 惊吞的话呢 那这个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黑棋下一步棋 也是下得非常有意思 下一步棋 可能大多数棋手都很难想到 黑的下在了这里 这么跳一个 我想他大概有这样的意思 黑棋在这一代走棋 应该是能活不会死的 但是可以预见 黑的在这边活 白的一定会下得非常厚 白棋在这一代走得非常厚之后呢 可能这边白棋走过来就比较主动 所以黑的希望能够争取主动 走在这 既加强这几颗子 又进攻这两个 这时候你如果不管怎么补一个杀黑棋 那黑的震过来 黑的要求把这边全部吃光 你如果是这样逃 那这两个交换 黑棋已经加强了自己一些 再来活 那应该会好一些 这是 我们这样去推测黑棋这个意图 白棋不肯单关逃 他要把这个子也连上 带着一点木树 既然是活呢 我也就不给你这里掌木的空间 黑棋挤一个适应手 这个是一个常用的下法 白的如果沾呢 黑棋先手便宜 已经先手便宜一点 白的如果印在外边的话呢 黑的这个立是先手 将来黑棋这样定型 再立这个是先手 立先手的同时 他也考验你 你是要木树补在这里 还是要味道好 这样最干净 但是呢木树亏损一些 所以问白棋一个应手 看看白棋走在哪里 黑棋再决定下一步自己 怎么下 结果白棋干脆脱线了 阿尔法下棋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经常脱线 能脱线的时候就脱线 挡下来 连续沾完挡下来 这块算是加强了 那么黑棋断 这地方脱线的确实黑的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接下来的话 黑的后续手段 无非就是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呢 黑棋可以说 接下来怎么办呢 如果补一个呢 黑棋是够厚了 但是呢 在这儿花一手棋 总觉得不见得很直 这地方是价值很大的地方 好像也不是 白棋将来加一加 跳一跳又回来 不虎这个的话 白棋将来还有一些 加过来 然后你如果立我跳 这是一类骚扰的手段 黑的实际上也没走到什么 所以看起来白棋脱线 也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黑棋断了两下之后 黑的也不走 断了两下 他就当先手便宜了 他也不走了 我飞这个 这飞了之后 白棋点脚是绝对不可能再近活了 同时呢 也有进攻这四个子 的作用 白棋又吃回来 黑棋如果这样来进攻 看着是很猛 看着是好像 很气势汹汹的 但是被白棋这一带一拆呢 白棋要想活那块 肯定不成问题 黑的反而 这铐段之类的毛病显露出来 所以黑棋是这个 走了个方块四 当然 黑棋这样走呢 这两步棋走完之后 黑的这块可以说彻底的厚了 白棋逃出来 逃出来 他选择了向眼这个棋形 因为现在白棋既不怕你穿 穿的话白棋冲下去 他也不怕你什么贴 贴的话白棋就挡 然后打个顺出来 将来虎一虎都是眼形 他活非常轻松 贴断也没有太大意义 而你如果这种跳的话 可能黑棋反到更容易来进攻白棋 走在这 那么 向眼出来 这块算是暂时处理好了 之后呢 黑棋当然轮到这边了 再不走 被白棋吃掉就太大了 黑棋现在已经达到了把这块加固的目的 然后再活这边 拆 扳 扳 接住 白的呢 拐 这地方黑棋断 白棋震不掉的话 这里 这里黑棋有种种借用 白棋拐 把自己走后 同时限制黑棋的眼位 扳 白棋一壶 这下的都很 很普通 很正常 下一手 下一手 精彩的手段 出现了 挖在这里 挖在这 这个确实一看就感觉是手筋的样子 掰的如果下边打尺 那么一起退 你这两个断点还 补哪 还不太舒服 不管你怎么 比如说你补在里面 那么我斑打吃先手 这 很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虎冲先手 这只眼型很丰富 眼型非常丰富 白棋实战 打这个 黑棋再一段 几段 这必须沾上 这必须沾上 黑棋呢 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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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白的如果是挡 挡着吃的话 黑棋补这个是先手 白棋要补这个断点 比如说你挤 打吃 这黑棋随时都可以断一下 有所谓 打吃 然后 应该是会 虎出去吧 断一下还是有好处 黑棋实现断一下 虎出去 这三个子你要吃 黑棋就 黑棋就让白棋吃吧 把这个头虎过来 黑的 逃了 而将来 将来搬这个 或者现在就可以搬这个 这一搬很舒服 白棋 所得有限 将来收官的话 黑棋顶先手 虎进来 白棋吃那个并不大 黑的虎出去 跑得已经 跑得已经很舒畅 它逃得很舒展 黑棋应该说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只顾毫无维稳 说是成功 所以白棋没有挡 而是贴 非常紧凑 黑的现在 如果拐这个的话 白棋搬这个杀黑棋 黑棋是搬接 搬接扩大眼位 白棋当然要挡下来 吃掉黑棋这梁子 黑的现在沾一个就活了 沾一个就活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活的话 黑棋觉得这样活 木树不够充分 这样活的话 白棋搬这边 或者搬这边 黑棋就只能缩在里边 黑棋走的是搬这个 先问问你走在哪 白棋局部白棋的木树如果不想亏损 它是要打吃 那么黑棋沾上 沾上是先手 之后呢 再沾这 这样的话 黑的木树先搬沾到一下 黑的木树比单沾 它应该是略有所获 搬在这 而白棋呢 也不肯轻易的让黑棋便宜这一点关子 白棋是抠吃 抠吃这个粗一看 好像白棋是不是看错了 黑棋这拐 这拐脚上白棋不是被吃了吗 但是呢 这地方确实黑的要吃白棋 也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 白棋这一弯 如果要爬 白的呢 尖在这 这个等于局部是一个打结 但是打完了之后 黑棋就全死了 所以负担蛮重的 黑棋如果是从这边来收气的话 但是走这个是不行的 被白棋一立 然后在一般经济毒里自己死 走这个收气的话 白棋这一打吃 你沾不上 靠死了 所以白棋这个气 怎么说呢 白棋这气意外的长 黑棋要吃 它是吃不干净的 可能反而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白棋这一抠吃也是 也是相当犀利 黑的选择了拌 但这整个变化应该都在他们的预计之中 当黑棋搬这个的时候 应该双方都预见到这样下了 然后把吃做活 黑棋活了 还把白棋的脚上的木树给破掉 但是白棋 白棋下的非常的厚 下的非常厚 不过总的看来 白棋加弓 飞弓再照 花了三手来进攻黑棋 黑棋能活成这样 应该算是很舒服 黑棋做活 之后白棋垫脚 这地方毕竟有被穿断的味道 补一个 黑的如果跟着贴的话 它已经防了这个穿断 那么黑棋 这时候白棋飞到这来的时候 黑棋也没有跟着这下 这是很窄架子小的地方 黑棋是杂钉 这个很大 把脚地守住之后 这颗白子变得有负担了 这部棋价值非常大 把白棋搬一下 打 提一个 火 白棋在这做一个打结活 黑的打呢 那白棋当然就开结 黑棋想要禁杀那不可能 想要禁杀必须得点在这个地方 白棋一冲 黑的挡白棋团就近活了 如果要退着杀 那黑的风险太大 走这个 黑的还没有厚到能禁杀白棋的程度 不管怎么看都是黑的 显然很无理的感觉 压实先手 简单摆一下看看 打吃先手 尖顶完了一拐 黑棋自己进去了 或者白棋这样下也可以 这一战 黑棋自己被卷进去了 不可能禁杀 那么黑棋现在如果选择打吃打结的话 白得开结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全局 不是一般的厚 这地方白棋有好几个结材 这里白棋有好几个结材 而白棋全局非常的厚 黑棋结材显然是不足的 这地方打结被白棋如果提起来的话 黑棋实地损失还是蛮重的 不能禁杀 现在开结也不是实际应该说 那么你如果留着不走的话 这地方留着不走 可能黑棋觉得白棋马上就会在这走棋 还是蛮大的 下一步黑的走得挺有意思 他往这尖一个 往这地方尖一个 白的要想做活 要想做近活的话 做个研究活 但黑棋也许就想 也许就是想这样定型算 我也不太敢打结 那么我把你逼得活得小一点 将来跳先手立先手 让白棋小小的活个角 黑棋再去走大的地方 那么你如果想活得大一点 我再打吃 沾上的话是被点 是活不了的 还是打结 那么不管是这个结 黑棋打赢或者打输 这两个交换对于黑棋来说都便宜了 黑棋如果打赢了 那不用说黑棋这白多一个子 而白棋死了一个在里面 黑棋即使打输 这多一个子呢 黑棋总是也厚了一些 变厚了 从推理上来说 黑棋走这个 白棋能近活 不近活 跑来这走这个 好像这道理上也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呢 如果这样做活 从实战看来 白棋觉得是不肯 不太充分 所以他也没有做活 白棋是靠这个 靠这个 那么黑的如果退 那白棋总是便宜的 不管白棋选择就这么走 跟你打接也好 或者是做活 或者是白棋现在脱线 这靠一下 白棋总没什么亏的 总是总好的 黑棋那不干了 黑棋不肯轻易的这样退让 贴出来 所以都贴出来 当然白的这一靠 它绝对不会白白送死 加这个 这个应该是靠的时候 早就预见到的一个手段 黑棋如果打的话 那么白棋开解 我们刚才说了 这边白棋有结材 黑棋现在要是被开掉的话 这个找不出合适的结材 来弥补这个损失 黑棋不能立 立被一断 这个很明显 黑棋是要有麻烦的 或者白棋搬这个 把这个字吃掉 也是有相当的收获 不能立下去 那么黑棋虎上边 白的打吃 然后 这样白棋活得大 把黑棋的空破掉一点 而且活得很大 但是呢 这个交换 是白棋付出的代价 这种地方究竟谁便宜 便宜了多少 不知道阿尔法够 它能不能精确地 给出一个答案 或者说 这个局部下完了之后 双方的胜率 会不会有所变化 我不太能明白的 就是如果这地方 下完之后 双方的胜率会有一个 这个天平 会有一个起伏的话 那么 黑的也是 黑的也是它 白的也是它 总之感觉挺奇怪 好 那么接下来白棋虎这个 但从双方照 这个白棋这个靠 这步靠的这个思路 和黑棋尖这个的 它这个思路还是 我们人类的说法 就是思路 它这个还是挺值得 挺值得回味的 建了之后 一起搬起 一起搬起 白棋如果退的话 一起搬一个 就拿先手便宜 我们说了 阿尔法 绝对不会轻易的走单关 它总是走在 把棋子寻求 走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你如果打 白棋这冲有先手味道 甚至白棋会不会就 就此脱先了 也是有可能 一起走这 要把这个子吃住 这也是价值相当大的一步棋 白棋的爬 一起退 那么这步棋 我们可以看到 补在下边 比你补在这个地方 显然 这个效率 明显要高 掉一掉 削一削黑棋 你如果围 那么白的就已经便宜了 将来那块活干净的情况下 它可能还来骚扰你 黑的呢 冲 黑棋冲 白棋如果 如果是挡 或者是退 比方说是退 黑棋再冲 然后长先手 先手长到一下 不管怎么说 黑棋总好 让你去走单关 我长到一下 不管黑棋补也好 或者是在这一带 有什么别的 那长到一下 总便宜了 而白棋呢 是搬这个 白棋搬这个 好 这 整个下到现在呢 并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招 都有一种很紧凑的感觉 它并不 它就是每一招都在寻求很高的效率 并不会说啊 你走一个我就退一退 走个单关 为了安全走个单关算了 每一招都下得非常紧凑 好 我们继续来看它的重盘战 那么白棋搬到这里 之后呢 一起连搬 断打一下 断打一下之后 白棋是在这地方白的脱线 跳进来 这边要就这颗子 这里呢 也有可能藏出来 把这两颗子救回来 至于上边的话 至于上边的话 白棋呢 已经判断 黑棋是杀不了白棋 黑棋长 白棋飞一下 扩大眼位 然后拐在这里 这个 黑的如果加这个的话 白棋冲完打吃 先手再一做眼就活了 黑棋如果要点在这里 杀白棋 现在应该说 时机还未到 白的挡住 完了 挤一个扩大眼位 是先手 你要想 你要是想杀白棋 走在下边的话 白棋拐冲先手 然后再一粘就粘出来 白棋拐 那么接下来 黑棋贴住 把这两个子先吃住 摆着长一下 既然这两个 已经死干净了 这长就是 很愉快地先手便宜了 如果这两个活着的时候 这个长有可能是丧失了虎下来的味道 所以现在长掉 之后靠 白棋不只是把这块活了 而且它还把这颗子也往回连回来 所以 这一代白棋的下法 可以说也是非常紧凑的 靠了之后 黑棋 看在这边再走 反正已经被白棋连回去了 再走也不太好走 拖这个 白的如果再挡 太窄了 这个地方 黑的挖 如果打吃的话 在自己这么厚的地方 围着几目棋太窄了 黑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这边呢 不知道它下一步要走什么 也许夹出来之类的 搬线手夹出来 总之白棋不会在这么窄 架子这么小的地方走棋 那么白的贴 把上边活干净 活干净了 这边才好动手 比如说这么打吃粘上之类的 这个手法 白棋才好动 如果那边还没活干净 那你要来这个 黑棋 比如说 这一类冲过来之类的 或者单冲先手 没有这颗紫 很可能真的被黑棋点死 所以贴 本身有木属 而且活近 黑的也中斧长一步 小尖是先手 这跳进来太大 又有木又有眼 挡住 挡住 扳 把黑棋扳 之后呢 黑棋也扳这个 接上 黑棋站住 随其粘住之后 这棋可以说 基本上进入到关子阶段 白的该活的 切也活了 大家就开始比拼 比拼关子 比拼后半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阿尔法展示它后半盘的实力 团一个 先手 之后点 点在这 黑的如果走这一带呢 白棋这留个 留个斑 这黑棋已经有所亏损 挡住 把它吃进来 再点一下 这地方呢 留下一些借用 留下一些借用 留下一点味道 暂时呢 是没什么手段 但是隐隐约约 白棋多出了一些先手 之后呢 白的 拖这个 拖这个 出人意料的一手 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 受关 黑的如果打呢 不用说 白棋木树和远位都得到 将来还加进来 黑棋这木树很 这很难受 加完粘还是先手 这受不了 黑的如果搬这个 白棋往里长 黑棋冲的话呢 我们看白棋再长 还是先手 这还可以把黑棋给断 所以这一拖 拖一个蛮厉害 好罐子 黑棋刺一下 白的退回 黑的如果冲过来的话 白棋就从这连回去 白棋走的都是木树 黑的从上边走的 价值 应该没有 白棋从下边走 大 所以黑棋的阻度 白棋再接回来 冲一下 反冲 反冲 把黑棋的气壮井是为了等会接这个变成 可以说是绝对先手 在现在这个局面下是绝对先手 挡住 黑的长 白棋沾上 这有个冲回来 冲回来木树是非常大的 黑棋不能让 但是呢 黑棋如果现在补呢 这两个子被吃死了 黑棋现在跳 黑棋跳这个 白棋撞紧了气之后就多了一个冲的手段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 白棋再吃 黑棋就不要了 所以冲一个是很好的次序 冲这个 黑的断的话 白棋打一战把黑棋给夹死了 黑棋吃 白的呢 糊顶一下 之后粘住 黑棋小间 把白棋封住 白的 白的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活的 但是活起来有点难受 走这个就可以 搬一个是先手 搬这个是先手 黑棋得退 因为如果挡了也杀不了白棋 挡白棋粘 你来杀的话 这个木树 先损失十几 先损失十来木的木树 然后白棋这一挤就 这一挤 最起码 这块是活的 黑的当然有扳这个的手段 我们等会再说 但是黑棋这里先付出了十几木的代价 黑的不肯 而这被扳进来呢 白棋脚上有眼 所以呢 黑棋只能退 那么白棋这棋 这活的有点别扭 走这个的话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 黑的扑完 阻 白的还得再补一手 再做活 这木树很 很委屈 木树很委屈 而白棋如果挤的话 这是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度过的 黑棋有这个扳的手段 扑 再一提 提了之后 这个脚上的白棋 又变回打结活的状态 又变回打结活 所以这棋也是有风险 给自己多了一块打结活 白棋这活的 不会是那么舒服 那么我们看白棋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痴 可以断痴白棋三个子 白棋先扳一下 然后呢 外边点 从外面点刺 如果你贴回去 好吧 那么白的也就算了 这边该挤也好 该怎么活也好 白棋先扳 先扳黑棋万点刺在这 黑棋如果走个单关 走个单关贴回去 那白棋将来还留着沾 还有一些味道 这两个白棋就当先手便宜 再怎么走呢 外边先便宜了 里边该怎么活怎么活 黑的不肯 冲在这 冲在这里 这步棋的价值肯定比这步棋大 那白棋又挑点一下 那你要不要断 你要断的话 你这步棋是单关 那么我这步棋 比你这一步 价值要大一些 黑的呢 还是不肯走这个 也得贴这 好了 那么白棋这多了两个子 接下来它团 我们刚才说了 黑棋一吃一段 这大概能吃掉实木棋 白棋现在团这个 先把这实木连回来 这里要贴出来 黑棋扳 白棋跳在这 黑的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黑棋也给我们晾了一招 点在这 这个是好关子 这边要扳过 这边呢 一虎再一扳又读过 好关子 如果你这样随手一虎背一打 这个 白棋打吃 如果看成仙手的话 那白棋的木树就大 点在这里 白棋呢是靠 走在这被黑棋一虎 白的靠在这 那么黑棋将来留个扳过 这个关子上已经便宜了 之后呢 之后呢 组度 组度的同时 白棋这块已经活不了 但是多了这 一二三颗子 白棋可以挤这个 挤这个呢 白棋打仙手 打仙手 要粘这个活 要求粘一个活 所以黑棋当然是提掉 白的一拐 这时候这两个子的作用 发挥了 黑的呢 黑的吃不掉白棋 这被一长反到 这你如果来断的话 白棋这一长 黑的反到死了 所以黑棋提掉 白的打 贴 从这一带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 白棋这个活棋 比它简单的去做活 或者是挤这个 白棋这个死 思路就 更高明 明显更高明 它先从外边来便宜 看你肯不肯退让 好 走到这里 那么一打一贴 连出去了 黑棋跳 要求这冲断 继续要便宜白棋 打吃一下 接上 刺在这里 好 死在这 白棋这块呢 顺利逃出去了 黑的跳 这时候白棋 还有一个地方 需要小心应对 黑的这有可能点进来 点进来 白的如果吃这个 黑棋爬过的话 白棋是没有活的 挡的话 黑棋现在再搬过 局部白棋也要 为了寻找眼位 要花点心思 当然现在黑的 黑的如果直接杀的话呢 白棋这个先手 然后要活棋的话 这个冲也是先手 然后再一冲 黑棋这边 很明显 黑棋形状有漏洞 黑的杀是杀不了 但是当黑棋在跳这一类的棋的时候 白棋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死活问题 实战白的是刺 有点要把这一带连回来的意思 同时呢 对这块也有照顾 黑棋 黑棋搬呢 白棋走在这 这样白棋就安心了 安心活干净 不过黑棋这一点还是很有成效 白棋只能活两木齐 反贴 单挡的话被黑棋拐很舒服 黑的甚至有断 有挖这一类的手段 打了贴过来 所以也需要贴一下 再搬过 跳 顶住 冲斥 这个木树呢 又大又厚 白的贴一下 还得拐过来 点 要挡住 否则被先手爬一下 然后 把这个断逆收 黑棋粘的话 白棋再补一个 黑棋没有粘 白棋的逆收还是很大 加 加 加也是一个大关子 白棋扒 粘上 这个赤呢 大致有七木 将近七木起 六木多 将近七木 而黑棋现在判断 走这个 价值更大 走完之后 这有一挖 白棋只能粘 这一贴回来 确实很大 所以白的呢 虎一手 虎一手 黑棋顶 铺 粘 黑棋粘在这 人类人类习惯 粘在这 差别不大 先冲了一下 挖 这个相当大 如果这地方黑的不走的话 白棋顶是先手 这有段 那么 先手一顶 这全是母 黑的挖 白棋不能随手打 打背 黑棋一战 这地方就变成双线 白棋接住 黑棋再反接 黑棋这个逆收 价值非常大 打一下 这都是 先手全力 然后吃掉这个六目多 吃掉六目多之后 黑棋刺 这一次价值也不小 否则白棋就这么粘一个 这地方也明显增加了四目 关键是刺完还瞄着 这个冲下去的问题 白棋呢 提掉 把这块彻底连上 打吃 打吃本身吃到六目棋 关键是它提完拖 然后脚上还有 还有手段 白棋呢 顶 一起提 把它粘上 顶了一个之后呢 脚上就彻底安全 吃掉 这个也是五目以上的价值 弯一下 只先手 挡住 挡住 已经算是现在最大 白棋尝这个 黑的呢 吃 叫吃 白棋接住 这接住可不止两三目棋 这地方有 有这个 还残留一些味道 白棋还在这里有一点余力 可以说 顶在这儿 否则白棋往前贴一个 你如果挡的话 白的已经便宜了 白棋很顶 这一场要冲过来 所以黑棋补 粘上 这一场 两边要断 所以黑棋补一手 补在那基本上都是一样 白棋都有先手一目的权利 之后呢 挡这个 挡是目前最大的关子 挡完之后 白棋如果挖粘的话 将来再挡 还是先手 黑棋 黑棋 那么黑棋 黑棋现在呢 我们看 拖 战上 斑 交换了几个之后 黑棋把这个粘上 粘这个 应该有四木棋的价值 否则被白棋挖粘 先手打车 接住 局面其实是很细的 但是 我猜测 在Alpha看来 这个胜负 它已经 应该是判断清楚了 弯这个两木棋 先手一目 白的没有马上挡 这是充一下 先手一目 挡住 扳 黑棋是有这个手段 白棋将来要在空里面 补两手 接上 剩下的都是两木棺子 或者先手一目 逆手一目 这一类的 小棺子 应该是不会对胜负 发生影响的 挖一个 没什么太大意义 白棋粘上 踢 踢是两木棋 翻 之后呢 历收一幕 历收一幕 底下 后手两木 后手两木 扑 白棋 白棋不停地在 打僵 这种地方 铺 从这种迹象 我们可以 也许可以 来判断 这个白棋 好像不太妙 因为一般 阿尔法围棋在优势 或者接近的时候 它不太会去下这种 没什么意义的棋 翻 挡住 提 这地方是连环节 黑棋再打过来 白棋提过去 也没有意义 所以黑棋先手提了 粘到一木棋 把这都提掉 好 这个时候 这已经只剩下 挤 粘 和打 吃这三个关子 挤呢 是后手一木 但是黑棋 现在选择的是 接这个 但实际上 效果来说 也是一样 因为黑棋 吃这个之后 能打赢这个节 这是一个 机器做的选择 人类肯定是 选择这一木 然后这两个节 建合 一人一个 但是这个选择 对于 对于这个 这个选择 对于胜负 是没有什么影响 最终 黑棋 总能赢一点点 这盘棋 白棋 是认输了 但是差距 应该是半亩 好 黑棋 终于胜了一句 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下次再见